哈哈哈 大家好 欢迎回到梦向编辑部的《笑声梦》新闻节目时段 今次我许珊 另外是我们的新西兰二德台阳 大家好 好了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先多谢大家的支持 肥妈还有王家强这件事因为家驱留下的一首旧作 究竟花乐谁家和为什么会转转到肥妈的手上 和为什么会有这一堆报道呢 终于花生事件完美落幕了 原来大家都是一场回忆 现在最新最新就是王家强出了个帖子 简单来说一个总结就是说一声 前辈为了保护他哥哥而令他表错情感到抱歉 如果你说我15年前我自己就是王家强自己 就向传媒说的话可能我们就不用换ram了 就是我们的记忆体就不用换 也说希望大家能够找到整件事的重点 那个重点是什么呢 我们稍后再回答一下加强什么 还说了 谁将两个无辜的人 即是他和肥妈 变成他的宣传工具呢 虽然呢 应该是姓陈那个吧 我估计就是后面的姓陈那个人 不过究竟陈先生在这件事上做过什么呢 为什么会令肥妈说一个故事呢 这个真的要问过他才知道 老实说 是咯 再说一下 变成他的宣传工具 其实未来肥妈演绎这首歌 究竟效果如何呢 希望就不要受到这件事的影响 而未听先喝这首歌 即是因为肥妈唱 或者因为政治立场 也都说什么不同颜色 还是李王 还是我男 还有谁又臭不臭 还是怎样的 究竟是谁不想 会不会因为政治立场的事情 而产生今次的发生呢 其实呢 说到底你说我们两个 即是台仰 还有我 两个炒花生的话 其实他们肥妈 还有王家强 都是被炒的花生 甚至乎他们自己 真的想不到 无辜地 自己一粒花生 或者他们自己都变上 自己都不知道 做花生之外 就再自己炒自己 自己炒自己 是啊 自己炒自己 那就好了 其实呢 两个 他们说的都有道理 我们先说清楚 也是 当然了 我们一开始就看到 王家强 就觉得 哇 没有搞错 我还生吵吵 那些 就是为什么会 首歌在你手上 为什么会有 那么感动的故事 可不可以说一下呢 然后肥妈再说 始终我们也是抱着死者为大的原则 去看这件事 好了 说一下王家强 最新是怎么说的 有关于2008年的展览 合纸一算二得二百得八 已经是十五年了 为了纪念家区 所以他找家区遗物的时候 然后呢 就发现到 写着肥妈的手稿 我觉得呢 就很珍贵 就希望呢 可以和乐迷呢 去分享 但是呢 歌名 是写了肥妈 在那里了 那他就 为免呢 就怕被人问 喂 为什么那个 手稿那里呢 会写着肥妈 两个字呢 那真正的原因呢 他较早前都说过了 就是说他们的 创作那方面呢 就写了肥妈先 其实呢 灵感就来自于肥妈那些 肥妈那些 Souling R&B那些 就是这个 唱腔 就是那种风格 演绎方式 没错 也都是可能那个时候呢 也都有商业的价值 所以没办法了 他们虽然 喜欢一些地下音乐 什么什么都好 都要搵吃的 是不是 是的 没错 所以为什么说 家区呢 是一个天才呢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他既有艺术家的元素 亦都可以妥协到商业方面的元素 商业 是 就是他不会被自己的艺术家脾气 而左右到他的发展 亦都很顾及到整个Beyond的发展 甚至乎唱片公司方面的考虑 哇 真是很厉害 就是呢 不是人人得的 有些艺术家脾气 或者有些人的脾气 是这样的话 你叫他这样做 他不需要 他会骂你回头 回来说一下 所以就很随意地 亦都叫做可能最好的借口 说了一句 就说 寫给他的 来掩饰 就是他们听起来有些尴尬的创作方法 因为手稿也是不完整的 再加上手稿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 有时候有些人做了一些音乐的稿 尤其是尤其是让你彈的 尤其是让你彈的那些 那些 为什么好像不可以的那些 那些 为什么好像不太用 那些位置 那些位置 在差两个音乐 又或者摆不适合位置 怪怪的 可能会这样 不过手稿就是这样 在创作之中 根本就是没有做完的一段音乐 是吧 那能不能够真的变成作品呢 其实他自己也没有考究过 可能他是看到那份手稿 但是他自己也没有拿出来 或者没有拿吉他出来弹 或者怎么样 因为那个手稿在他手上 如果即使当时 他不拿来给展览放的话 其实应该是不可能成事的 对不对 对于现在竟然出现了 家驱的原声demo录音带 他说真的百思不得其解 他说手稿我看过了 带我真的不觉有 究竟是有没有这件事 他说也很想听一下 家驱如何去演绎这一首demo 他说希望可以给大众听一下 以正真矮 现在他也有这个坏意 这个demo 稿在我身上 为什么会有demo 有demo 是的 这个也是家驱的作曲的形式 还是怎么样 究竟他是先录demo的带 然后再写譜 还是怎么样 一路弹一路写 是的 这个也不知道 这件事 黄家驱是不知情的 可能 在录这柄带的时候 黄家驱就不知道 可能去到别的地方 或者不是和家驱在旁边做事 所以一直以来 所以黄家驱不知道 只是有一份稿在手 但是没有demo tape 那个原声带 重点就是在展览里 根本没有在意 会不会成真这件事 我知道肥妈这个手稿 我不知道是否有大事 因此 说了这件事就算了 所以就叫炮珠于老后 不了了之 过了15年 但是 说者无心 即是黄家驱 听者就有意 哦 即是记者 就是那个听者 哦 那个听者 可能是记者 也可能他在暗示某人 是吧 当然了 记者写了出来之后 即是被肥妈 可能会知道 哦 原来有首歌 叫肥妈 是写给我的 哦 加强多谢你告诉我 哎呀 哎呀 否则我跟你说声 浪费啊 假驱写歌 我也不相信 就是 2008年 当时 王家强 就是随口说 理由出来 来解释 为何这份稿 上面写着肥妈 这两个字 就是这么简单 即是用来掩饰 他这个尴尬的 创作手法 因为当时我看武俠小说 都有类似的桥段 有两个角色 他就说 参考某一个敌人 一个对手 为什么他的轻功 招式这么厉害 参考完之后 这个就成为了他们两个的暗号 就是说什么 这个暗号就是施展这种轻功的手法 但是对手都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说 代表什么呢 好了 回来了 所以有时有些人 就用一些行动代号 都是这样的 是吗 也是的 假设 你为什么说 前面有小贩 我明明看到没有 其实我想跟你说 有小贩的意思 就是我看到有警察 弄了个路障 就叫你小心一点 可以用一些代号 代号 性质也差不多 对 为什么你跟我说前面有小贩 我没有 因为我想吃鱼蛋 也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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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后就误会了 原来以为 真的有鱼蛋 他以为我很喜欢吃鱼蛋 你很喜欢吃的 原来我不能吃鱼蛋 原来我不吃鱼蛋 我不吃鱼 我也不吃肉 怎么会吃鱼蛋 是吗 可能有人以为我很喜欢吃鱼蛋 然后几十年之后 整个炸鱼蛋 叫做许珊 那会不会是许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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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会是类似的邏輯 是的 如是者 竟然被这些有心人看中的商机 哪个有心人 是不是姓陈那个呢 据说 加强再说 处心积累部处到今天 然后硬生生就把我加强 拉入法财大计里面 营造了一次二十多年前的蟹口 这个音乐上的世纪蟹口 就说望前辈可以完成他哥哥为座的心愿 即是Nesly 即是肥妈所说 就是说 原来有首歌是给她的 还叫肥妈 所以肥妈为什么会有个饼带的照片 就是这样 如是者 美化了大计的心情对话 来凸显到歌曲的感人之处 这些宣传伎俩 令到王家强觉得不声烦摇 很烦摇 是的 一来 明明这首歌 或者这些饼带 如果真的有的话 理论上就是王家强的歌 即是王家驱所留下的 不过基于版权的问题 有些是争咬 有些是恩怨情愁 这一节可以听到Raymond Wong 今天录了一节非常非常长 唱到我都没有空听 他好像有说到这些 恩怨怨的那些 恩怨很厉害 他将那么多年的恩怨 浓缩在一个小时都不够里面 都说出来 超级厉害 回来 那些故事是怎样 你想想想 明明是我哥的故事 因为那些版权问题 我又不能够拿回 如果现在你还作一个动人的故事 动完肥妈也好 动完她也好 令到 经常在媒体上提醒我的名字 加强 何时跟我说过 有首歌写给我 听起来 我只想怎样 明明 理论上是我的东西 我哥的遗物 但是我又不能够拿回 还要不断说 和我有关 你说是不是烦 所以重新再说一次 他没有反对他们用这首歌的权利 只不过希望不要将王家强牵连在里面 没关我事 那种感觉大家要明白 这首歌已经给了你 你还拉我下去做故事干吗 你还要牵上我的名字来做宣传 你有没有搞错 那种态度就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回到最底 为了和前辈肥妈 保护他哥哥 保护他的意思就是 他们这种创作形式 令到他再拒绝那些 你看一下架渠 特意写着肥妈两个字 这份东西是给我的 还不是给肥妈 抱着很感动的东西 架渠 但其实不是给你的 只不过是创作的想法 灵感是来自肥妈 是 只不过当时 就为了掩饰这件事 而说这个说法 说了一个 美丽的误会 也算是 又或者美丽的谎话 也算是 被人拿来用 就是拿来说 说到底 怎样也好 某程度上 这首歌 也不是送给肥妈 这个要搞清楚 不是说 死不死鸡撑饭盖 有些人说我们死鸡撑饭盖 我们要理清整件事 大家明白道理在哪里 其实这件事上 我看不到肥妈错 还是王家强错 其实两个都没错 老实说 两个都没错 不过 他两人之间 就发生了一些误会 所以就炒了两天而已 是 那间接地 为何肥妈 又令到王家强这么生气 其实某程度上 有人误导了这件事 令肥妈 就觉得这首歌是我的 再加上 报道方面 所以王家强就说 如果你说我十五年前 是他自己 向传媒说的话 大家不用认识 意思就是大致上是这样 再加上有些报道有错 有这样那样 或是怎样 可能就会产生了这个误会 对不对 是 没错 如果现在开始 架条数 埋单计数 如果当初王家强 不在传媒随意 讲一个故事 来解释 他们创作的时候 用这种方法的话 其实就不会有今天的误会 对不对 还有这首歌 就不会是肥妈唱的了 是的 就是这样 所以这首歌 就想不到一国误会 拖了十几年 现在又爆一次 没有想过 那时候抢欲挡秘笈 会演变成今天 就是这样 间接地 就是王家强的意思 就是我放那份手稿 我放得出来 我当然知道 我放了些什么 只不过想和大家分享 就是这样的意思 喜欢你光不知道 那些人就说 那些人就说 你放了出来 那是不是王家强炒车 还是怎样的 其实 他自己都没有 遗意这个 的说法 就是要保护着大家的 就是创作的秘密 就是唯有才这样说 那怎么也好 这次已经爆了 这个秘密都没有再埋藏在心底里了 都说出来 原来你们以前是这样做的 哈哈 笑完就不要了 都不要紧了 就当分享一下家区的 或者你们Beyond 创作的小秘密 我觉得没什么所谓的 都这么多年了 是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我相信 不只是他一队乐队 会是 当年会这样作曲 做创作的时候 其实每个人的创作方式 都不一样 这队Beyond 当年是有这样的习惯 是啊 所以有时候现在抄到 是什么 向什么电影致敬 是呀 致敬的 致敬系列 手机 这些也是 为什么这个设计 是不是向哪个手机致敬 不是那些什么 立法会员致敬 什么厉害的 不是那些 千万不要误会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好了 我们今次先讲到这里 希望这首歌 没办法 创地 应该给肥妈唱 怎样也好 希望大家到最后 都尊重家区的音乐 可以听一下 这些误会 现在大家知道了 就没事了 对不对 我觉得到时肥妈 出了 唱好这首歌 可以欣赏一下 欣赏一下 黄家区当年的创作 对不对 是啊 或者有些位置 可能要保围 还是怎么样 不要紧要 大家不要戴着 政治有色眼镜 去看这件事 不要这样 好吗 如果这样 家区也不想 尊重音乐才是最好的 好了 今集到这里了 多谢大家 拜拜